第36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 9号晚上盛大举行 各大奖项的进逐都十分激烈 在香港近年经历社会撕裂 政治剧变及本土意识抬头的背景下 讲述香港回归前 三位末代贼王走向没落故事的电影数大招风 最终获得评审更多的青睐 一次过横扫五大奖项 包括分量极重的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最佳编剧以及最佳剪接 树大招风的三位导演 许学文 欧文杰和黄伟杰 都是新生代电影人 其中欧文杰也是去年金像奖 最佳电影十年的导演之一 而凭借树大招风夺下影帝殊荣的 则是首次封地的林家栋 香港人最强是什么呢 喜欢追梦 有梦不妨去追 一定要向自己的梦进发 今天我很开心可以能够是 大家给个机会我继续去追 多谢 金像奖影后的殊荣 由另一张大众熟悉的面孔所夺得 她是《幸运是我的》 慧英红 慧英红上台领奖时 提起不久前 才因为失智症而病逝的母亲 一度激动地落下眼泪 我只要觉得那个电影是有贡献 然后那个剧本很好 如果是新的导演 我更加会支持 因为这五年里面 我拍了六个新的导演 那当然也希望能够跑出来 我希望他们有机会跑出来 除了数大招锋 本届金像奖的另一个大赢家 则是电影《一念无名》 除了导演黄进夺得新进导演奖 香港老戏骨曾志伟 也凭该片夺下最佳男配角 而《一念无名》的女绿叶金燕玲 也获得了最佳女配角 NTV7综合报道 NTV7综合报道